奇妙的世界一打开 有只小猪 感觉好酷 每天会遇到的陷阻 将近乘出 没有难度 多懂闹 多懂报 多看鸡叶树 听着胸 带着风 踏着步 爱冒险就不怕 不怕就 不会输 勇敢的小猪 要有点粗 怕散害时很痛 小铃屎 给脑力加速 加速 勇敢的小猪 要有小放树 不骄傲和满足 这是我独特的天赋 猪猪猪猪 男孩日期要开始了 来咯 猪猪猪猪 没水了 你快去给水箱加水 哦 哎呀 那多麻烦呢 我有现成的装满水的水箱哦 噔噔噔噔 我罗号潜艇 让我来帮你浇花吧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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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特攻 七地集合 阿妩 有任务 我先走了 你给我站住 出任务咯 小飞 太阳研究所发布了最新的生态调查任务 这次的目标是 阿妩 快看 是迷你鹦鹉罗号 什么迷你鹦鹉罗号 那是真正的鹦鹉罗 潜艇就是仿造它发明出来的 而且它还是繁衍了五一年的活化石呢 原来它这么厉害 马上出发 出发 拍文 阿妩 euh う rose 驾驶鹦鹉罗号 寻找鹦鹉罗 真是太有趣了 目标生物就在这附近啊 太好了 我们快去 火火博士 我找到鹦鹉罗了 好大的一只鹦鹉罗呀 笨笨 别让它跑了 火火博士 你们在干嘛 猪猪小 你们竟然用这种把戏来迷惑我 太被比了 我这次一定会先找到鹦鹉罗的 明明是你自己搞错了 关我什么事啊 冲冲 你怎么了 海里怎么有个大鹦鹉脑袋啊 什么鹦鹉脑袋 你仔细看看 啊 啊 是鹦鹉罗 开始扫描 确认目标为鹦鹉罗 开始记录鹦鹉罗生态资料 它的螺旋形外壳的形状的确很像鹦鹉嘴 难怪会被叫做鹦鹉罗 我得赶紧把它记下来 奇怪 鹦鹉罗看上去既没有锋利的爪子 也没有尖锐的牙齿 为什么可以存活到现在成为火化石呢 这真是我们要调查的 哈哈 原来鹦鹉罗在这儿 笨笨 这次我一定要先完成记录 包在我身上 欢欢博士又来捣乱了 鹦鹉罗 他跟我去安全的地方 他怎么倒着跑啊 哈哈哈哈 猪猪小 看来鹦鹉罗和我一样讨厌你们 鹦鹉罗的记录就归我了 鹦鹉罗明明没动 为什么突然就窜出去了 看来鹦鹉罗是利用头部下方的漏斗状结构喷水前进的 所以看起来就像是突然窜出去似的 难怪他会头朝前 却倒着前进 没错 这些我都要记下来 可恶的鹦鹉罗 既然你这么不配合 就别怪我不客气 班班 交给我吧 花花博士 这样下去鹦鹉罗会受伤的 花花博士 住手 葛色 葛色 葱葱 我们快跟上 花花博士 停下 哈哈 没用的 鹦鹉螺怎么还能突然下沉和上浮呢 原来鹦鹉螺壳内有很多个气势 它可以用像气势注水的方法来控制沉浮 的确跟潜艇的原理一模一样呢 这个也要记下来 笨笨 快起来 继续追 是 不好 鹦鹉螺 快跑 快跑啊 不许防御或问不是 这下我可以放心的记录了 可可不是 危险 快带鹦鹉螺离开那儿 糟糕 那块礁石就要帮它了 想拖延我的记录进度 我才不上当呢 那赶紧想办法救出鹦鹉螺才行 蜘蛛侠 不是 他们该潜艇冲过来了 不是 他们冲过来了 斑斑斑 用那些石头把它们砸下来 准备 能完成鹦鹉螺记录的只有我 糟了 方向控制是零了 对了 那可是鹦鹉螺号 我们不一定要往前走啊 我们可以效仿鹦鹉螺那样 喷水往后推进 啊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全速后退 居然还能冲过来 笨笨 快拦出头 不是 拦不住了 鹦鹉螺螺 我们这就救你出来 糟了 鹦鹉螺 有危险 鹦鹉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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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 真是太好了 鹦鹉螺虽然没有锋利的爪子和尖锐的牙齿 但它有着这么灵敏的身手 难怪它可以成为活化石呢 真是太有趣了 这些我全都要记下来 鹦鹉螺生态资料已成功上传 恭喜你们获得一枚珍费的海洋勋章 鹦鹉螺 太棒了 鹦鹉螺 鹦鹉螺 太棒了 鹦鹉螺 鹦鹦鹦鹦 太棒了 鹦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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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做个吧,我们,前行,慢慢,有光有雨的,路上,我们,着装成长